小时候 我曾尝试过做一个乖孩子 去融入那个到处都是饥饿与死亡的贫民窟 但不知道为什么 无论我有多么努力 到最后都只会演变成单纯的斗殴 所以我也曾思考过 人类发展的科学 是否像只会打架的自己一样 破坏自然 破坏了地球 也最终会破坏到自己 卡列你知道吗 在一种理论里 宇宙最开始不过是一个死寂的起点 是一场巨大的爆炸 才让一切美好的东西诞生 所以爆炸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但科学的发展 总是伴随着未知 或许像真空零点能的研究一样 带来无数的灾难 不过积累的知识 会帮助我们将科学那弹生于破坏的力量 变成新的希望 方便推进 变火 狙击渣子 把你们砸回去 你看一击的顶抗 看哪儿呢 给我 全部分罪